家里如果有这种报废的电饭锅 千万不要当作废品给卖掉了 我们用它可以制作一个电暖器 非常的省电 而且炙热效果也非常好 你如果把这种报废的电饭锅 当废品卖的话 那是卖不了几块钱的 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个发热盘给它拆下来 就可以制作一个电暖器 我们看它是一个500瓦的 用它制作电暖器呢 非常的省电 而且炙热效果也非常的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先把发热盘上面这两个螺丝 就是接线上面这个两个螺丝 我们先给它拆下来 我们来看 拆下来之后 然后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就这样的温空气 就是电饭锅上面使用的这种温空气 买个这东西也非常便宜 也就是一块多添一个 然后呢我们用个螺丝 把它固定在这个发热盘上面 这个温空气啊 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安全的作用 如果温度过高了以后呢 它就会断电 你看我们把它拧上去以后 然后接下来 再需要另外一个就可以了 几毛钱再买一个这样的 电饭锅上使用的这种温度保险 但是你如果不买这个的话 也可以从这个旧的电饭锅里面 拆下来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线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温度保险 给它接在温空气上面 这是个双重保护 有一个温度保护 还有一个温度保险的保护 这样呢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全 我们看就把温度保险 一头接在这个温空气上面 接好了以后 然后另外一头 我们把它接在这个发热盘 一个角上面 我们就这样把它给拧紧了就行了 接下来呢 到最后呢 我们只需要再接一条电热线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这方法多简单 是不是 我们把电热线 上面的一根线 接在这个发热盘 一个角上面 每个螺丝呢 都给它拧紧 拧完以后 接下来 剩下另外一条线 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温空气上面 制作好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双重保险的 我们啊 在用的时候 可以啊 制作个架子 或者是用两块砖 给它 支起来 然后呢 就可以用了 我们看一下 没几分钟 立马这温度就上来了 温度非常高 我们为了给它散热更快点呢 其实也可以啊 用个散热风扇 给它放在旁边 这样散热越快 室内的温度就越高 这方法呢 非常好用啊 就以为它是 台湾 感谢观看